那身填療法是怎麼做的呢? 它的絕招就是躺平 不只是躺平 強迫躺平 這個影片就是拍給跟我一樣會沒有來由煩躁的人 那我會結合我自己的經驗跟心理諮商的觀點 來跟你們分享如何解決沒有來由煩躁感的好意 我自己常遇到一個窘境 就是我有好多事情等著我去做 但是那個煩躁感就是讓我定不下來 沒有辦法開始做任何一個需要做的事情 於是我就會覺得說好 那就先休息 休息好了再來工作 先做一些快樂的事情 但是當我真的去休息的時候 我會覺得好多工作還沒完成 很煩 然後我就開始煩躁與我的煩躁 就建立一個煩躁的勇動機 那我也用了各種方法去想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我嘗試的方法一 去想原因 想我開始煩躁是因為 最近發生什麼事情 還是以前發生了什麼事情 層層的邏輯推演 去剖析我自己的內心 開始看我的童年經驗啊 天生特質啊 壓力事件啊 生存焦慮或對未來的空虛感等等的 但是常常推演到最後都是全部混雜在一起的 就像沸水溝裡面的污水 你知道它臭 你大概也知道 源頭有一個養殖場 中間有居家垃圾什麼的 可是真正的那個味道到底是從何而來 不知道從哪裡去解決它 怎麼樣想都很難真正的得到一個明確的答案 沒有那種豁然開朗的頓屋不說 還把我的思緒弄得更混亂 就是我用的方法二 就是試圖轉移焦點 看影片啊打電動啊 但你們都知道這只是暫時的逃避而已 並沒有真的解決問題 所以就來到了方法三 就是想辦法進行 做瑜伽 聽那種讓人心情平和的音樂 做冥想 這對很多人來說應該是非常有效的 但是以我的煩躁程度來說 每個人都要緩慢的做這些動作 但我只是覺得說我是不是來錯地方了 其他人的平靜完全是用來襯托出我的煩躁 我只想要趕快下課而已 正念冥想更慘 我有看這本學正念最經典的教科書 卡巴金博士的 它是一本好書 但是裡面有我滿滿的吐槽 溫柔的把注意力放到呼吸上 單純友善仁慈的觀察 誤評價這些想法情緒 更不需要評價自己 這是第一步驟 我第一步驟就爆啦怎麼開始 那我後來才理解到正念冥想瑜伽這些東西 比較像是平常的練習 它並不是一個急救的手段 所以方法一到三都失敗了 後來發生一件事情就是我確診了 但我身體還算是蠻不錯的 只有第一天有一點點小症狀 然後接下來都是無症狀的狀態 那時候確診還需要隔離一個禮拜 所以我一個禮拜都關在房間裡面 前幾天可能就是還是會想要做一些事情 可是過了幾天之後就會發現 時間實在是太多了 有一天我就做一個決定 就是那一天我什麼事情都不要做 我就是躺在床上傻事不幹 就發呆 試試看會發生什麼事情 結果呢效果非常的好 幾個小時之後 我覺得整個神清氣爽 輕飄飄的 有一個沒事的安心感 然後覺得陽光如果射進來可以穿透我的身體的那種感覺 整個原本因為確診隔離的煩躁感就消失了 那我就在想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為什麼只是躺在床上就可以這麼神奇 這就讓我想到一個古早的心理治療學派 叫做生田療法 提出的人叫做生田症嘛 說是古早其實也就是1900年前後的那段時間 那以心理智商來說算是很古早 他提出的生田療法是專門針對焦慮類型患者的治療方法 先不細談他的理論架構 只講他最重要的核心理念叫做順應自然 他的順應自然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不要用任何的方式來逃避你的感覺 如果回頭去檢視我的方法123 方法123是去想原因 方法123是去做一些別的事情 方法3是試圖讓自己冷靜下來 其實三個方法都是在逃避我真正煩躁的那個感覺 那生田療法是怎麼做的呢 他的絕招就是躺平 不只是躺平 強迫躺平 他會強迫病人躺在床上4到7天 只有喝水吃飯上廁所可以下床 其他時間通通躺在床上發呆 不能看書不能看手機 不能做任何事情 他就是要逼著焦慮患者真正的面對他的焦慮 因為你無聊到最後那個焦慮一定會跑出來 你非得面對他不可 躺完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還是躺 只是你可以多做一點點小家事 大部分的時間還是要躺在床上 第三階段還是躺 只是做更多事情 然後再慢慢回歸到社會 那生田療法對我們來說 當然是有一點太奢侈了 今天也跟你們分享 覺得很煩躁的時候具體要怎麼做 第一步驟當然就是躺平 說是躺平不一定要是平啦 你要側躺正躺都沒有問題 躺好之後也不用去管什麼呼吸啦 身體放鬆這些東西 你就是好好的跟那個焦慮感 跟那個煩躁感待在一起 不是煩躁的原因 也不是最近發生了什麼事情 也不是煩躁會帶來我們什麼困擾 而是煩躁那個感受本身 從頭裡面鎖在一起的感覺 眉毛一直要皺起來的那種感受 或是身體一直要出力 躁動不安的感覺 這時候就沒有輕柔的關注 自己念頭這種事情 沒有就是好煩好煩好煩 好不爽好不爽這樣子 直接去經歷那所有的痛苦 有點像是修煉一樣的煩躁感 會一波一波的襲來 然後我們就躺在那邊受苦這樣 那畢竟那是一個感受嘛 所以有時候我會分心 也是會開始去想東想西 甚至開始想拍影片的企劃 這時候我就拉回來 繼續去感受那個煩躁的感覺 那這個時候的煩躁可能還會再加一筆 就是我分心的煩躁 為什麼我又分心呢 然後又很不爽很自責 這種自責的感覺也是我們要留住的 就去體會那種自責不舒服 那你可能會想問做這個事情要多久才會好 其實沒有所謂的一定要做到什麼程度 當你停下來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它一定程度的減緩了我們的煩躁感 每多做一秒鐘你就獲得一秒鐘的好處 不管你在哪裡停下來 它不是一個成功或失敗的事情 有可能你會睡著也很好 如果你覺得豁然開朗可以停了 那也很好 如果你覺得太痛苦了受不了 或者是後面沒有時間了 自己停下來也都是OK的 這裡我要提醒你們 這是我身為一個一般人 分享如何解決煩躁的方法 如果你有一個很重大的議題 不管是你原本就知道 還是在這個過程之中 讓你想起了一些創傷的經驗 我還是建議一定要去找諮商或是精神科 還有在這個過程之中 如果你覺得真的太不舒服了 譬如你感覺你快要過度換氣 或是身體快要失控 請立刻就停下來 這是真的有風險的事情 用了這個方法之後 對我的生活有很大的改善 那我也持續在研究 到底是為什麼這個方式會這麼有效 在所有的說法裡面 我整理出了三個 躺平可以解決煩躁的奧衣 奧衣一 面對 生命不是有待解決的問題 是等待被驚豔的現實 開始真正的驚豔 我們生命中的感受 我們才算是真正的活著 才能有能量在現實的基礎上去創造 煩躁是一個訊號 是我們的內心深處在告訴我們說 我有東西需要面對 我越是逃避 它就會越來煩我 為什麼很多研究都說 傷心的時候要聽悲歌 比較有助於療傷 因為悲歌幫助我們去正視那個感覺 幫助我們跟悲傷待在一起 雖然表面上跟悲傷在一起是很不舒服的 可是只有真的面對它 我們才能獲得後續走出來的舒暢感 奧衣二就是它會給自己力量 就是面對痛苦的力量 當我們能夠接受煩躁的所有感覺 還是好好的躺在那裡的時候 我們就不需要去逃 也不會產生因為煩躁的煩躁 奧衣三就是放鬆 當躺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我們就會發現 那個猴子腦想做這個想做那個 其實都不是必要的 至少在此刻 有陽光空氣水食物有床 該有的都有了 我還是好好的一個人 我可以放鬆一點去享受這個世界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如果你有煩躁不知道怎麼辦的問題 也許你可以試試看這個方法 當然也可以去找心理智商 獲得更專業的協助 最後我也想聽聽看你們的看法 面對煩躁的時候 你們都是怎麼做的 有什麼樣的經驗就留言跟我說吧 拜拜